那動作就一次就全部幫你處理完畢了 但是 後面當然會有一個就是說 你會發現自動編號他是他的名稱 後面有個小瓜糊 其實小瓜糊就是傳遞參數用的如果你有參數 可以丟在這邊當然一般 簡單的程式是沒有參數 那第二個是一個Function 那Function實際上翻譯就是函數的意思 那也就是說 這邊我們也可以 自己來寫函數 那你想說這個函數跟那個函數 那個函數指的就是 插入有沒有函數裡面有什麼差別呢 那個函數呢 是微軟提供 Excel提供給我們的 那個叫做內 內建的函數 也就是系統內建的函數 那那些函數呢 我們 沒辦法看到他的程式嘛 我們只能夠去使用他 那沒有辦法去變更他 因為他沒有open source 所以我們也沒辦法去修改他的程式 那如果說你有不一樣的需求 有像很多同學在工作上面 會有某部分的 功能需求 但是那個功能需求呢 在內建的函數裡面 找不到的話 那你就可以考慮怎麼樣 自己來 怎麼樣 制定函數 就是自己建立一個function 就可以很快的解決你的問題 在我們 上一個階段的課程有提到啦 我想後面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舉一些例子 讓大家 去去去試試看 那基本上他的最大差別 就是說函數 是會有return 會有反環值的 也就是他會 給一個 我們給他一個參數 給他什麼參數 他會給我們一個結果 return回去給我們 那return到哪裡呢 通常會 返環到 我們所指定的那個儲存格上面 那用法稍微有不同 這個我想後面我們會再做說明 那還有這個property 這個property用的很少 主要是屬性 這個屬性制定屬性 我想用的比較少 所以這個部分到 暫時可以略過 OK 那再來就是說我要怎麼樣 可以再 去 設定一個 再增加 因為我現在執行的話 他直接就是 都是 都是編號 那如果我希望四碼的話 現在即便我給他formance 他還是不聽我的話 所以呢 我如果想要知道說 這個格式 格式要怎麼寫 你想說其實很多書裡面都教你怎麼寫格式 其實教做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用錄字聚集的 錄字聚集之後 就會有答案 比如說呢 我希望知道什麼呢 文字按右鍵 儲存的格式 這個動作 變格 變成文字 這個動作的程式怎麼寫的話 其實非常的簡單 你就直接懂得什麼 利用錄字聚集 那名稱看你要不要改了 如果你不改的話 就叫聚集1好了 按確定 OK 那按右鍵 出身的格式 把它改成文字 再按確定 停止錄字聚集 就有答案了 所以以後有些東西 不用